这时爸爸过来了 他注意到了挂在墙上的卷种 这是什么 他问 一个神秘卷种 我说 来自西伯利亚丛林 格雷厄姆补充道 利亚叔叔去那旅行过 格雷厄姆解释道 激励了很多次冒险 将来我们也要去那里旅行 我说 就这么说定妈妈 爸爸做了水果布丁糖 我们进去喝汤吧 我们一家人走进了餐厅 每个星期三 利亚叔叔都会来看往我们 给我们讲他在世界各地的梦想故事 这些故事真的太有意思了 格雷厄姆和我人会时不时的吵一吵 那里呢 不过大多时 我们会像好朋友一样一起玩耍 有时我们还一起跳棋呢